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学习的是第四单元计算机网络基础的课程 相信大家通过前面两节课的学习 对于计算机网络的组成以及通信线路 连接设备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来讲 计算机设备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 只是从物理层面搭建起了网络的结构 如果要实现计算机之间数据的传输 则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 就像人与人之间交流一样 虽然大家都有表达思想的能力 但如果语言不通 或者表达方式不一致 还是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计算机网络协议 这节课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学习任务 首先要明确网络协议的概念及其作用 其次 老师会和大家介绍一些网络上最常用的协议 让大家对协议有进一步的了解 计算机网络就像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 它的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 各台计算机之间的相互通信 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完成的 这就像不同国家的外交官 在谈判的时候说的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语言 他们就需要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后 才能各自领会对方的谈话内容 这种翻译行为和规则就是人与人交流的协议 在网络上进行信息通信的各台计算机之间 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协议 简单地讲 网络协议就是计算机在网络中实现通信时 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约定 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必须使用相同的网络协议才能进行通信 老师 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 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那么计算机网络是不是也分网络硬件和网络软件啊 我觉得在网络三要素中计算机设备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就属于网络硬件 网络协议属于网络软件 确实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然网络软件不仅仅包括网络协议 还包括其他的网络应用软件和网络操作系统等 网络协议作为计算机网络中通信双方之间需要遵守的规则和约定 具体定义了通信双方讲什么 怎么讲 及双方讲话的次序等信息 简单的说 网络中的计算机要能够互相顺利的通信 就必须讲同样的语言 比如 现实生活中两个人打招呼 在开始对话之前 要先思考好使用哪一种语言 询问的一方 首先问候对方你好 从而开始有礼貌的对话 如果另一方回答你好 那就表示对话可以开始 而如果对方没有反应 或者答复我现在正忙 那么按照常规的对话规则 询问就不能继续 对话也就不能继续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发出和回应的内容 以及相关事件出现时所采取的动作 比如发出询问一定时间后 对方没有反应 都在人与人的沟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这里 讲什么 指的是计算机通信的语意 规定了需要发出什么样的控制信息 完成什么样的动作 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比如 刚才对话中交流的内容 怎么讲 指的是计算机通信的语法 规定了数据与控制信息的结构和格式 就好比使用了什么语言进行交流的 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 讲话次序指的是计算机通信的时序 规定了事件发生顺序的详细说明 刚才 例子中一问一答的顺序 就是讲话次序 老师 我理解网络协议就相当于计算机之间 交流使用的语言 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进行数据通信 也就是说 网络协议对于通信的数据 有着一定的规范 数据是怎么组成的 数据是怎么传送的 都是由协议来规定的 确实可以这样来理解网络协议的作用 为了更好的解释网络协议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网络上有一台计算机 要将一个文件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 则必须先根据网络协议的规定 将文件转换成固定格式的报文 报文就是网络中用于交换与传输的数据单元 一个文件很可能要转化成非常多的报文 在每一个报文中 除了原来的数据外 还要增加一些其他的关键信息 它的数据长度 数据标识等内容 都有严格的规定 就像平时两个人讲话时 预先规定好双方用什么语言讲话 每次讲几句话或几个字 根据协议的不同 报文的格式也会有细微变化 如图所示的报文 反映出所包含的大概内容 每一个报文都会在数据前面增加很多内容 这些就是控制信息的结构和内容 我们注意到 在报文里都包含着发送方地址和接收方地址 网络协议规定 报文在发送时 要添加反应传输地址信息的标签 这样网络上的各级设备 就会以最快捷的路径 将报文传递到目的地 这就像搬家公司在搬家之前 都会先把需要搬的东西 按照一定的标准打包 然后在每一个包裹上记录下相关信息 到达各个中转站后 会根据标签上的地址信息 将包裹逐赞送往目的地 报文在传输过程中 还需要制定一些规则 防止他们发生冲突 就像货车在公路上行驶 要遵守红绿灯规则一样 要不然很可能会出现追尾 或撞车的事故 网络协议制定了 类似人们开会举手发言一样的规则 发送方只有在检测到 传输介质没有冲突时 才发送报文 这样的规则 称之为传输控制权解决方案 不同的网络拓扑结构 会采用不同的传输控制权解决方案 计算机网络不但需要协议 还需要多种协议 网络上的很多功能 都是有专门的协议来完成的 老师我们平时上网浏览新闻 查找资料 都是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 这也需要相应的网络协议吗 通过浏览器访问网站 浏览网页使用的是http协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通常我们在访问某个网站时 要输入相应的网址 开头就是http冒号斜杠斜杠 http协议全称超文本传输协议 工作于客户机服务器架构之上 这个协议的主要功能 是传送客户机浏览器的网页请求 和服务器返回的网页 比如我们在客户机输入网站的域名 或者点击网页上某一个链接 浏览器就通过http协议 与万维网服务器建立连接 并将地址栏中的内容 作为访问请求 传送给万维网服务器 服务器接受到请求后 便将我们需要的信息 传送到客户机中 并通过浏览器解释后 以网页的形式展现 在整个过程中 http协议明确的双方 讲什么怎么讲和讲话次序 实现了数据通信 老师 你刚才说http协议是基于客户机 服务器架构的 客户机和服务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络上的计算机设备 通常有服务器和客户机之分 一般来说 服务器是指运行速度快 容量大的计算机 是整个网络的核心 也是网络资源的提供者 客户机仅对操作 该计算机的用户提供服务 用户通过它 从服务器获取各种信息及数据 你们家里连接在网络上的计算机 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客户机 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 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 用来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 小达小雅之前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接收电子书的过程 其实也是由两个 关于电子邮件的协议来完成的 这两个协议分别是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和邮局协议版本3POP3 SMTP的全称是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它是一组用于从原地址 到目的地址传输邮件的规范 它帮助每台计算机 在发送或中转信件时 找到下一个目的地 POP3是邮局协议的第三个版本 它规定这样将个人计算机 连接到Internet的邮件服务器 和下载电子邮件的电子协议 当小达给小雅发送电子邮件时 小达首先要登录自己的电子邮箱 信件编辑完成点击发送之后 邮件首先在SMTP协议的规定下 发送到小达注册的邮件服务器中 再根据发送地址 由SMTP协议负责转发到小雅的电子邮件服务器 最后小雅登录自己的电子邮箱 通过POP3协议下载电子邮件中的电子书 反之一览 如果你登录自己的电子邮箱 在设置环节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协议 这么看来网上的协议真的是很多 我们现在使用最为广泛的英特网 为大家的生活学习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由专门的协议来规范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HTTP协议 SMTP协议 POP3协议等都是基于英特网的协议 这些协议都属于TCP IP协议族 TCP IP协议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协议 是英特网中最核心的一套协议 TCP IP全称传输控制协议 网纪协议 是能够在多个不同网络间 实现信息传输的协议组 它是一系列协议的集合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将更紧一步为大家讲解这个协议 根据适用网络的规模和功能不同 需要不同的协议来满足网络数据的传输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种协议 如果我们只是在小范围搭建一个小型的局域网 用来进行数据的共享 也不会和其他的网络进行相连 那么选用Net BEUI协议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协议短小金焊 通信效率高 安装后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设置 这里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计算机协议都会事先安装在计算机内 所以在组建网络的时候还需要安装 计算机协议 IPX SPX协议是为了适应网络的发展而开发的通信协议 与Net BEUI形成鲜明区别的是 IPX SPX协议比较庞大 在复杂环境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它具有强大的路由功能 也就意味着它可以使用在不同的网络连接而成的复杂网络中 这两个协议是相对TCP IP协议而言的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 目前使用的都比较少 TCP IP协议是目前网络协议的主流 小达小雅 你们俩使用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在各自家里实现了对电子书三国演义独厚感的联合校对 通过这几节课的学习 你们能不能结合书本的知识 解释一下整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与网络相关的内容 老师 我们家和小雅家各自都组建了局域网 我家的局域网中 台式电脑通过双脚线 直接连接无线路由器 派的和智能手机通过电磁波连接无线路由器 从外不接入我家路由器的是一根光纤 通过这根光纤接入英特网 英特网属于广域网 需要打印的时候 我利用局域网 连接爸爸电脑上的打印机 实现打印机共享 老师 我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家里局域网的组网方式 和小达家是一样的 都是新型结构的网络 在我们两家各自的局域网中 台式电脑 笔记本 Pad 智能手机都可以理解为计算机设备 使用的通信线路有双脚线 光纤 无线电磁波 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包含了交换机 无线AP和路由器的功能 其中交换机负责 通过有线方式组件局域网 无线AP用电磁波连接无线设备 最终通过路由器和英特网相连 你们俩说的都很全面 刚才你们谈到了计算机网络 三要素的两个内容 能不能再谈一下 你们在具体校对过程中 是如何借助网络协议开展工作的呢 老师 为了使计算机在网络上 可以实现数据通信 需要不同的协议 我和小达的计算机 都是连接在英特网上的 所以我们的计算机都安装了TCP IP协议 这个协议确保了 我和小达之间可以互相传输信息 为了把需要校对的电子版 三国演义读后感发送给小雅 我需要通过浏览器打开邮箱网站的首页 这个时候计算机遵循了HTTP协议 通过浏览器完成了信息传送 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文件使用的是SMTP协议 小雅通过邮箱接收下载邮件三国演义读后感 使用的是POP3协议 各位同学 计算机网络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刚才小达小雅 根据我们这三节课的学习内容 对自己使用的计算机网络 做了很好的分析解释 在未来的学习中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网络的相关知识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了解了网络协议的概念及作用 并且和大家一起讨论了网络协议的具体功能 课的最后给大家留了思考与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完成 同学们 第四单元 计算机网络基础的学习已经完成 通过这三节课的学习 只是为你打开了一扇 了解计算机网络知识的窗户 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能加强观察 主动学习 不断提升信息素养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